但是如果今天希望避開六日的話 這地方就麻煩了 如果你要避開六日的話 記得這個地方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那必須用什麼方法呢 插入函數 一樣找到日期與時間函數 那這個日期與時間函數裡面的話呢 那你可以找到裡面有一個叫 其實能夠查工時 這邊有一個叫Network Days 不過它回來的是一個數目 回來是幾天 比如說你兩個日期相差幾天 那這個工時裡面呢 它會幫你避開六日 如果有國定假日 你也可以給它一個國定假日的表格 它也會幫你避開六日 那這個所謂國定假日 指的是你自己訂的 比如說你們公司或者你自己訂的 有某些天你不上班 你那個部分你也可以把它加進去 它也幫你避開就對了 那這一題的話是回來是一個天 所以請注意是一個 那這個 Work Day Work Day 不過你會發現 為什麼Network Day加S Work Day 不加S 其實我剛開始想很久 有沒有你會發現Work Day沒有S 然後Network Day有S 為什麼呢 其實我後來想一下 因為Network Day時為什麼 因為回來它是一個數目 幾天一定是一定是複數的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會加一個S 那Work Day 為什麼不加S 因為Work Day的話呢 它一定是指哪一天 一定只有一天 它不會是兩天 也不會是三天 它一定是那一天 所以不會要加S 所以我剛開始 奇怪怎麼 這為什麼有加S跟沒加S 我想原因應該是在這裡啦 不過這也是順便提一下 因為常常記不起來 為什麼這個S 那個沒S OK Work Day 哪一天 那它會問你有三個訊息 你就給它就好 第一個 Star Day 從哪一天開始 Dace Dace是幾天喔 幾天的話一樣 用V路環數去查 所以用V路環數去查的話 用它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喔 我們可以直接在這邊打 或者是直接從前面 再去用V路環數 特別注意喔 就是說 你第一次用這邊啦 第二次因為我這邊還要去查表 所以請你在這邊 把優標先放在這裡 再按一下前面這邊 因為剛剛有用過V路環數 它會自動幫我把這個公式 放在這個格子裡面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優標放這邊 V路環數 查它 Table是跟剛剛一樣喔 查那個郵件 裡面的第二欄 比對方式是完全比對 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公式喔 就放在剛剛這個位置 那你如果按確定的話呢 它就會直接移到剛剛的公式 那如果你還要再繼續 你這個函數的公式的話 你再按一下插入函數 它會幫你帶過來 OK喔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地方按確定它會是 一月一號 可是不對啊 一月一號是什麼 國定價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喔 可以先在旁邊 或者其他地方打一下 2015 我是一月一號是放假 然後再來是一月二號也放假 再來還有哪一天啊 不過因為你們可以自己去查啦 反正行政院的那個人事行政局都有公布 你就把那個把它抓回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它本身就已經是禮拜六或禮拜天 其實你可以不用加 為什麼 因為你加跟不加 它都不會影響 它會影響的是一到五而已 所以如果那個國定假日本身就是禮拜六禮拜天 除非它有補假 不然的話你可以不用列啦 OK 這個是一個原則 好 比如說我今天呢 有這兩天是放假好了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再把這邊的holiday 這邊有個holiday有沒有 請你把這個holiday選起來 選的話 假如你有很多你就選全部啦 因為我們只有兩天好了 你就把它選這兩天 也就是說呢 它這個地方會自動幫你扣六日之外 如果你有holiday 這個holiday指的就國定 那這個國定假日 那這個國定假日不是一定是政府規定的 比如說有一些是你們自己公司內部規定的 比如說你們可能員工旅遊啦 那員工旅遊 如果你沒有列界 那不對啊 那到貨剛好沒有人在公司 那就糗了對不對 所以你也可以把 只要是